你好 歡迎收看橫斗內牧師主持王乃瑜 這是一個最歡樂 含金量最高的直播政論節目 歡迎您加入 邀請您掃描一下我們畫面上面的QR Code 加入我們的YT聊天室 隨時跟大家多做互動 民眾黨黨主席柯文哲 涉金華沉潭無案 現在簡連追查 全案的金流出現重大進展了 因為柯文哲的USB隨身碟已經全面遭到破解 確認小省一五 零零省慶金就是一千五百萬的匯款 但是柯文哲嘴巴真的很緊啊 翹都翹不開 就是不願意松口交代 錢錢跑哪去 加上柯文哲的天生帳房橘子啊 到現在還在Osaka不回來 由於呢 他在金流的方面呢 是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 北檢認證啊 這個橘子呢 已經轉為洗錢被告 而基於這兩大關鍵理由 預計北檢這州呢 應該是會向北院來申請研壓柯文哲 今天周刊啊 在披露整個USB記載的內容 真的是越來越詳細 柯文哲的金主一一被公開了 原來阿伯有個募款大將 正式現任的基隆副市長邱佩玲 邱佩玲向朋友說 柯文哲常常跟我喊窮 聚會的時候又喜歡在隱秘的地方 所以常常跟企業人士一起到邱家吃飯 邱佩玲經手的募款啊 就有超過千萬元 但說真的 邱佩玲就是金手人 那錢到底跑哪去 恐怕天生帳房橘子最知道 周刊P2橘子早在3月的時候 就接到柯文哲指令 把錢交給財務長李文宗厚 就去日本關係 奇怪的是 橘子啊 現在周刊說 他曾經在8月26號回國 回國這個沒多久 就遇到應小微被搜索 柯文哲就馬上叫橘子趕快訂機票 再出去 橘子28號又回到日本了 當天晚上11點 應小微就被羈押 我這個時間抓得很緊 很驚險 就像諜報片一樣 一場金華城弊案 徹底撕開柯文哲的政客嘴臉嗎 再有媒體揭露說 藍白河也成為柯文哲兜售的賺錢工具 去年啊 大家還在那邊糾結說 藍白河不合 比民調 比什麼民調點數 啊卻沒想到柯文哲在其中已經大賺一筆了嗎 媒體報導說 偏懶的建商呢 因為他們很希望藍白河 所以呢 就曾經約了一個餐序十幾個人 很期待藍白河作 傳出這個總共就快要上億元的斗內給阿伯嗎 這篇報導呢 這個真的是驚呆大家了 阿伯喊窮 真的是喊假的 因為錢錢永遠不嫌多 但是呢 這個口中喊居住正義的人 卻跟建商收錢 自己賺的錢之後 再拿去買豪宅嗎 可以這樣嗎 我們今天好好討論一下 先來歡迎今天的來賓 首先歡迎資深追記者 尚巴尚一夫 大家好 再來歡迎是盛民黨台北市議員 阿淼淼博雅 大家好 好 再來歡迎是民進黨的台北市議員 洪建議員 大家好 好 再來歡迎是資深媒體人 任俊哥 大家好 好 再來歡迎是國民黨的台北市議員 柏伊哥 大家好 好 最後歡迎的是實際人員 張藝善 大家好 好 我們說到呢 這個USB的這個解剖呢 已經是越來越詳細了 一開始呢 只有阿伯說有個USB 我們還想說USB是什麼 結果開始發現說 原來USB裡面有個Excel檔 Excel檔又被解密說 裡面也寫到小省1500 接下來又被解密說是金額 確實因為金華丞案 現在柯文哲押了一個多月了 簡連當然有一些進展 那當然今天一個最新的進展 一個是周刊呢 每到禮拜二 乒乒乓就丟出了一堆報導 幫大家投整一下 今天總共就九個字 叫做柯罕窮 秋千縣 橘搜錢 可以這樣講這個故事嗎 柯罕窮 秋千縣 橘搜錢 一共九個字 再講一次 柯罕窮 秋千縣 橘搜錢嗎 問號 保護一下我自己 可能是這個樣子嗎 好 那我想要問一下這個仁俊哥的事 今天呢 大家都說這個禮拜很關鍵 因為這個禮拜的24號就是拼所謂的 到底要起訴 還是延壓 至少會有一個表態 就在這個關鍵的一週 這個案子呢 終於又多了一個被告 而且我覺得這個被告非常的關鍵 就叫做橘子 橘子呢 這個北檢已經證實了 之前不是還溫情呼喊嗎 說你就要回來喔 你現在還沒有確定你是什麼 你可能是證人喔 都很友善 禁酒不吃 吃罰酒 他就是沒回來 結果現在北檢證實 橘子已經列為政治獻金的被告 而且裡面就是人家說就是洗錢的被告嗎 但是呢 目前還沒有發佈通緝 當然就是希望說他趕快回來 但同時間啦 除了橘子變成被告呢 今天週刊啊 噼哩啪啪啪 丟出了好多東西 其中呢 曝光了十大金主 一再說 這些金主真的是覺得實在是 惹了一身心啊 倒內給阿伯 結果今天呢 通通都被全部抓出來了 但是讓我驚呆的是呢 人群可以幫我們爬數一下 這個所謂的USB帳策 現在爬數說這個捐錢給柯文哲的十大金主 我覺得柯文哲真的是厲害耶 大條小條他都要 千萬要 百萬要 數十萬他也要 對他來說這個選舉真的就是一個賺錢的好手法耶 我覺得現在北檢一定也想要唱一首歌你知道嗎 什麼歌 甘孟 你現在到底在哪裡 我在叫你 你敢有聽到 非常好 來 冰心掌聲鼓勵鼓勵 上空你為什麼沒有拍手 好怕喔 不是 你會覺得非常奇怪嘛 對我們來講就是甘孟的角色 他基本上就是一個柯文哲旁邊的秘書 柯文哲給他什麼 他就幫忙保管或什麼 老實講不是什麼大罪 他居然要比照當年黃芳燕的那個模式 不回來就是不回來 這個很奇怪 如果今天柯文哲就給你一個四百萬 好 如果真心真的有的話 給你一個四百萬叫你好好保管 因為現在看起來 這個舉止 許子瑜事實上他出境 事實上是有一些時間點的出入 我覺得他出入的意思就是說 他之前人在國外 然後回來 回來之後因為剛好遇到那個 應曉威他也要出國 那個同一個時間點 然後後來又緊急的說 被柯文哲叫出國去 那問題就來了 就我們一般認為說 像這種如果你是聽命辦事 老闆真的出了問題 老實講法律上面來講 會有一些的評斷 我想大律師 大家都有談過 可是問題是 舉止居然把自己擔心 把它變成什麼 就說沒關係 我就不回來 那你老實講 黃芳燕當時手上是抱著多少的東西 你咧 難道你要大到讓自己 變成他這個樣子嗎 而且你看今天事實上他轉為被告的部分 不是因為金華城的案子 叫做政治獻金案的被告 那問題來了 金華城或許大家都很局限的把它鎖在 就是說他跟審慶金 他跟審慶金裡面的這個對價 可是政治獻金他可以扯出多少人 這就是現在大家來講的說 現在這個暴露出來的 這個所謂的幾大的名單裡面 老實講 剛剛乃余的手版寫說 柯瀚窮對不對 秋千線 然後橘搜錢 最後我就問一句 錢呢 對 我畫個問號 錢錢呢 錢呢 因為陳佩琦當時出來講的時候是說 沒有 我們家的小婆 我們家的那個賬戶 擠個攤出來給大家看 幾大金流 他那時候不是有講嗎 長輩的錢 然後我陳佩琦當醫師的錢 薪資 然後存款 阿伯當醫師之後的存款 自始至終沒有提到 現在USB上面的錢 沒錯 民眾黨也不要覺得說 USB什麼 你們都亂說 最少有一個謝國良兩百萬 陳佩琦應該沒有收到 那個是確定的 因為陳佩琦那一天也都沒有說話 那一天出來是他好想柯文哲 可是謝國良的這個兩百 是他確實承認 而且民眾黨也沒有說他收到錢 所以你的問號 問得太好了 錢在哪裡 不知道 所以橘子今天的這個角色 變得非常非常的詭異 也就是難道這個政治獻金裡面 只有現在曝光的 這些USB的人嗎 因為這一些是 應該看起來是被約談的 可是這個是有被曝光 被約談的 你剛剛講說 還有那個幾十幾十的這一種 老實講那一些 如果沒有在曝光的名單裡面 再一波檢調到底約談了多少了 那個政治獻金才是 會牽連盛廣 所以我覺得橘子今天選擇就是說 好我不回來 而且現在看起來是 北檢應該有很努力的去跟他聯絡 但是到底是沒有聯絡上 因為之前媒體是報導是說 還有透過一個中間的友人 那聽起來那個中間的友人 應該是具有警戒的身分 聽到大概是這樣 就是說他居然是這樣表示 他應該有一個聯繫的管道 但他選擇不回來 逼到最後檢方今天寄出的叫做 用這個政治獻金案的 這個被告的部分 進來你現在只是被告而已 那你後面的身分還會再變成什麼 被告有很多種身分 你要幫助他 幫助犯 不然你要是正犯 要是幹嘛 所以我就想說 一個橘子的這個角色 從以前到現在 大家不認為他是一個很重要的人 今天突然啪啦一聲 轉為被告 他現在的level 已經跟副市長那些被告 他的成績是往上拉的 而且人群哥 我要跟你請教 你看我們今天說 這個週刊披露出來就久而至 柯瀚 秋千縣 徐收錢 橘現在就是 這個橘子就是頑固的橘子 頑固的橘子就不回來 那現在變成說秋千縣 秋的這個部分 邱佩玲今天那個週刊 直接用一個叫做 募款大成來形容他 你又發現他們這個表 這個鏡週刊整理得還真不錯 他直接告訴你說 幾個像什麼王麗玲 謝國良 玲 女企業家 這些都是邱佩玲幫忙處理的 結果邱佩玲在這個還跟朋友說 柯瀚一天到晚都跟他喊窮 這件事讓我百思不得其切 原來阿伯不只跟小草喊窮 跟這個企業家也喊窮 真的很愛錢 而且我就要幫邱佩玲講一下 因為週刊有寫到 就是邱佩玲的回應 他的講法是說 他不是負責幫柯文哲募款的人 那他只是在柯文哲跟他喊窮的時候 他就幫忙牽線這些人 好 這句話要猜出來 為什麼你知道嗎 他有承認就是說 柯文哲跟他喊窮的時候 他有去找一些人 這個代表是什麼 我是有特定事件的 也就是說柯文哲一定跟他講說 我現在什麼東西有欠 我現在希望人把我關了 可是他又講說 我不是主要幫他募款的人 問題就回來了 那誰在幫柯文哲負責募其他的款 到目前為止沒有曝光 但你剛剛提到的這一些人 確實邱佩玲扮演了一個 看起來是精手人 而且你看這幾個名字裡面 都跟他有關係 那邱佩玲在過去 老實講他雖然選舉過 但是他不是被我們認為說 檯面上面想到政治人物 你就會跟邱佩玲扯上關係的人 可是你現在看得到的是 邱佩玲他自己本身 他的背景 當然我認為他其實偏然比較多 對柯文哲來講 他真的補足了那一個 他不足的那一塊 也就是柯文哲一直說 我跟綠的關係很好 其實我講實話 柯文哲在實際去參選之前 或者他在當市長的初期 他哪有什麼政商關係 他哪有什麼自己的政商關係 他都是靠別人幫忙引荐 幫忙介紹 幫忙說你現在大家介紹 我現在柯文哲怎麼樣 他出來跟人家見面 所以你說這一些人 到底賣的是柯文哲的面子 除了一個謝國良 謝國良說長輩 現在說長輩應該看起來是媽媽 就是說除了他自己講說 是因為長輩願意給他 你說企業界哪一些說 我因為超級欣賞柯文哲 我又是怎樣去給他 如果是要的話 你就比照這一個就好了 這個直接經手人叫什麼 叫沈慶晶 我就自己給他 我何必找一個經手人來講 除非我現在講 除非你認為這個人 他真的就是一邊幫忙拿錢 但我們一般認為說 這是幫忙收錢 還有說白手套 還有說豬油斬 我也不認為邱佩玲 他需要扮演這樣的一個角色 所以現在回來看 這些金額對於這些錢的部分 周刊會這樣寫 那表示什麼 這些人其實都被約談過 而且這些人被約談 基本上是應該都有坦承 就是說他們確實有這樣的一個 一個跟柯文哲接觸的紀錄 這裡面也有親疏遠近的不同 你看像有一些 他是透過邱佩玲的 像這一個黃蟲仁 黃蟲仁這個更特別了 因為他後面沒有金額 結果現在周刊的調查 就講說黃蟲仁的狀況 有點不太一樣 為什麼 因為是柯文哲自己去找黃蟲仁 而且去跟黃蟲仁 也是跟他 他也跟黃蟲仁來求 我也不太知道 為什麼柯文哲這麼需要錢 為什麼你這麼需要錢 而且你如果今天是透過黨的部分 你今天就是有黨的東西 你公開就好了 人家政治現金捐給你多少 老實說 這幾百幾百 你如果按照一般 他政治現金要給你政黨化 沒有那麼困難 我不相信這些企業家 沒有辦法用合法的方式給你 但為什麼會變成今天這個局面 他去找黃蟲仁的時候 現在周刊的報導是說 黃蟲仁還跟他講說 我們政治立場是不一樣 我支持賴清德 我也說真的 一般商人是這樣 就是一般企業界是這樣 你如果交我募款 他通常可能會這樣 就是我給你多一點 因為我喜歡你 我不喜歡你 我可能給你少一點 但黃蟲仁的態度是不要 我就說真的 我就說人情世故 我們現在議員在這裡 一般你如果來找別人 跟你說抱歉 我們日常就不一樣 一般你會怎麼做 沒關係不要記憶 不然幾乎減減減可以 倒三天 就是這樣對不對 對啦 沒有喔 我看起來柯文哲是死殘亂打 對 我們就說沒有 我們就沒有了 不行 不行 不行不要 不行不要 我不知道那個心態是不是 我們建議這個 一般年輕事故是這樣做嘛 柯文哲看起來不是 我看起來他有窮追 一直窮追衝打 金主長上工 上工給我五千塊 要不要 你看 不要 好 那請我吃一頓飯好不好 不好 好 不然那請我喝飲料好了 差不多是這樣子 差不多 而且弄到最後變成什麼 你知道 現在週刊報導講 黃蟲仁後面之所以沒有寫金額 是因為黃蟲仁說好吧 那這樣子 我找一家 介紹一家電商公司 電商公司幹嘛你知道嗎 他竟然用所謂的兩百萬的標案 兩百是不是公定價格 天啊 是不是公定價格 就是阿伯你只要出現了 就一定要兩百 而且這個兩百的標案 不管是給誰你知道 給木殼 木殼你害啊你 你木殼你真的問題很大 我就問一下 我才不相信黃蟲仁會知道木殼 就是這些人 他應該是認識邱佩玲 所以邱佩玲可以當金手人 就是他幫忙 就是幫柯文哲說 你希望人家募款給柯文哲 可是木殼 木殼你不要再說 柯文哲當時講 木殼為什麼要成立 好多人找我們做競選小物 所以我們後來覺得說 既然這麼多人來 我們就乾脆自己用一個 你記不記得 柯文哲當時講 木殼的成立是這樣 現在沒有 是這一家電商公司 用一個兩百萬的案子 委託木殼來做 定義兩百萬擲給他 對啦 給他做生意啦 做什麼我們還是說不知道 但問題是 可以這樣子嗎 疑不 就是要 問一下黃委員 可以這樣子嗎 太離譜了嘛 當然是不行 就是說你今天居然 我今天老實講 人家已經跟你講說 我政治立場是不同的 那我老實講 我必須講 就是說檢調到這一塊 會不會去約談黃崇仁 因為這個事件 我覺得這個一定要問清楚 問題就在於是 當你柯文哲這樣到處去要 到處去要 這些錢 現在看起來 民眾黨有沒有要認這筆帳 我不知道 民眾黨認不認 這上面的這些帳 因為第一個 謝國良 你們沒有承認 這一個 你們沒有承認 這裡面加起來就五百萬了 最少在檯面上面 大家看到 而且這是當事人 都自己出來講說 有 我曾經給過這些 好 民眾黨沒有承認 表示錢 可能對民眾黨來講 他自始至終不知道 發生這些事 陳佩奇 我也願意相信他不知道 因為我很難理解 會有人說 這樣把帳戶公開 然後講說 我們家的金流 就是這樣子 然後我們都沒有碰到這些 那請問 那這些錢去了哪裡 這些錢去了哪裡 是誰把這些錢到最後 既然有人經手 經手不是最後 大家不要想說 要不要有碰到 所以去問碰到 錢不會不見 對嘛 錢不會不見 除非 換成有人喜歡的樣子 除非換成有人喜歡的樣子 錢不會不見 只是明目會不一樣 形狀會不一樣 或者他最後的歸宿 可能在一個 不知道誰的那個狀態上面 所以一開始講說 橘子這個角色 其實上我覺得到今天 橘子我真的勸你 不要再害柯文哲 真的 柯文哲當時被簡人約談的時候 他那一個正氣凜然的樣子 民眾黨後來怎麼去形容 柯文哲那一天的 民眾黨說 柯文哲是主動 自己願意配合接受調查 但是北檢你們居然這樣弄他 請問 柯文哲在那個時候 那麼的願意自己主動接受調查 現在為什麼橘子 對大家來講 你就是一個聽柯文哲命令辦事的人 還是其實你不是單純的聽命辦事 讓你自己願意說 我今天被告就被告 不然你要怎樣 好 那個剛剛在仁俊哥 慷慨激昂的分析的同時 各位同學 我們現在發點作業下去了 這個是北檢剛剛的新聞稿 剛剛正式申請延壓 印曉威跟審慶金 這延壓的新聞稿來 我們一人一份來 上工我們傳下去大家好好來傳閱一下 好 在這同時我先問一下阿苗 剛剛最新的就是北檢說 接下來就是要延壓 印曉威跟審慶金 看起來他們東西還是沒有說清楚 檢方現在還有要繼續追的東西嗎 但同時我們可以看到 在這個金流的部分 剛剛仁俊哥也幫我們提到說 現在USB的所謂的十大金主名單 現在通通都出來了 開始被發現說 邱佩玲真的是一個 蠻厲害的一個角色 真的是可以幫助阿伯不少 尤其是幫阿伯拿到不少的土內 尤其邱佩玲 你看這個鏡週刊裡面寫說 邱佩玲在柯營的角色 有點像陳文倩當年之魚連戰 這個我不知道這樣講好嗎 還有人形容說 邱佩玲是柯營眼中 農莊艷抹的貴婦 不僅在藍營鎮商 游泳有效人脈 兩岸的人脈也不差 而且柯文哲 這個週刊寫起來是 藍掠以及伊朗媚 他說邱佩玲跟柯文哲不錯 時任的辦公室主任謝明珠 他們兩個各自去幫柯文哲拉錢 所謂邱佩玲拉偏藍的錢 謝明珠是拉偏綠的錢 所以看起來 通通都是為了money money money 我想帶阿苗來看一下 就是說你怎麼看 現在柯文哲以前 跟人家說 我們都沒有財團 我們都沒有金主 我們都是靠小草們 我們都是靠資質的小額募款 結果現在看起來 他不僅有去跟金主拿錢 而且還是他主動去要 這個主被動很重要喔 今天我是一個big box 我覺得柯文哲不錯 我就想跟他幫助 這個跟柯文哲來跟我要錢 這是不同概念 結果柯文哲現在形象大破滅了 他營造形象徹底破滅 原來他很常主動去要錢 而且還有這個所謂的邱佩玲 幫他大通關嗎 今天來錄影之前 在社群網站上看到我們乃余的貼文 在問說為什麼要吸收這麼多 跟柯文哲有關的訊息 其實這問題大家天天都在問 我們也很希望說 這個梗通通講完之後 可不可以討論一些別的題目 但很可惜 柯文哲從來不會讓大家失望 柯文哲不會放過大家 天天有新的梗 每天有新的東西 今天最新的東西是什麼 跟大家說 今天新的東西表面上看起來像是 基隆市副市長從政之前 他是媒體集團的高層 對 而且更重要的是 他其實是很多年輕朋友可能沒有聽過 邱創煥 他其實是藍營的大佬 的女兒 對 所以邱 當作無院院長 考試院 考試院的院長 所以是一個很重要有影響力 在藍營當中有影響力的人 那所以你看邱佩玲這樣的人的背景是什麼 第一出生名門出生在好人家 第二人人緣很好人脈很廣 因為你認識媒體高層 你看從藍營的好人家出來 又當媒體高層 一定朋友是遍及社會各界 那再加上邱佩玲本人做人又蠻客氣的 手腕交際手腕其實也相當的好 交友廣闊之下 這個就是一個非常值得柯文哲去結交的朋友 柯文哲以前曾經講過 他說柯文哲都沒有朋友 如果誰跟你說他是柯文哲的朋友 那他是個騙子 財團要見到柯文哲 那只能從電視上看到 但現在發現全台灣所有的財團 都是柯文哲的朋友 怎麼做到的 怎麼做到的 就是靠著柯文哲去結交 像邱佩玲這樣的朋友 由邱佩玲作為輻射延伸點 延伸出去邱佩玲的人脈 邱佩玲會不會是柯文哲 唯一一個輻射出去人脈的點不會 柯文哲有很多點 所以像這個今天週刊又講 說謝明珠是負責綠營 邱佩玲是負責藍營 我跟大家說 邱佩玲不是柯文哲的財務長 財務長的特色是什麼 是你為這候選人主動去籌錢 比如說尚義夫參選總統 有人幫他扛氣球環島 那有人當他的財務長 那就是主動每天要在外面說 這個尚義夫不錯啦 幫忙啦 歐演一下 這叫財務長的角色 但是邱佩玲今天週刊有報導 他跟私下有人講什麼 他講了一句我幫他解析 他說是柯來拜託我 我才會幫他去問朋友 對他說是柯文哲常常跟我喊窮 他拜託我我才幫忙 柯文哲喜歡隱秘的地方 所以我常常就約他 企業人士一起到我們家吃飯 所以邱佩玲講這個的意思是什麼 意思是說我跟謝明珠不一樣 因為謝明珠是市長市主任 他是柯文哲身邊正式的一個總管 可是邱佩玲的字述是說 我只是柯文哲的一個朋友 朋友有事情我幫他 為什麼 因為我個人就是這麼的有意氣 願意幫朋友 所以我再去問問我的朋友 願不願意說幫忙一下 不是我當柯文哲的財務長 他這樣講什麼意思 他這樣講就是第一個 他要跟外界幫他把柯文哲的關係 畫清楚 因為你知道出生在好人家 因為我當過媒體的高層 交友廣闊的人最討厭一件事情 最討厭被拖累上走開 奇怪我對你柯文哲才好 我家借場地讓你建財團 我幫你介紹我認識的有錢朋友 來支持你 錢你的也不是我的 結果你在你那個隨身碟裡面 把我寄成這樣子 害我 現在被大家這樣討論 氣死 氣死 真的會生氣好不好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 大家要去想一件事情 邱佩玲不是柯文哲 唯一結交的這樣的朋友 你看柯文哲都愛結交什麼人 結交名門出身 交友廣闊的人 你看他身邊重用的那些 我知道 現在柯文哲身邊一定有很多幕僚 現在半夜都難過 怎麼了 因為以前柯文哲都說 我最信任的就是你 結果講來講去 柯文哲最信任的是ORANGE 乾媽 為什麼 乾媽出生在名門之後 人家也是名門啊 對啊 名門之後 而且有辦法嘛 對不對 之前有講過 杜聰明家族 如果有人要出來選舉 柯文哲先退三步 對不對 所以柯文哲就是愛結交這種 背景好 背景強 然後願意幫他去交朋友的人 然後他透過這些人要幹嘛 透過這些人的人脈 他在利用這些人的人脈 再去跟企業的財團的老闆的募款 所以你可以看到這就是柯文哲他經營政商關係的手法 你經常聽到柯文哲告訴你 跟藍綠不一樣 藍綠跟政商千絲萬縷 是素人從政沒有這個 錯了 柯文哲現在是什麼方式 他是用他用個人的連結 去結交了這些有朋友的好朋友之後 再透過這些好朋友 還是一樣在跟財團在拿錢 你看今天這個列表裡面 柯文哲結交的財團 從南到北 從黑到白 什麼顏色都有 各領域 各個行業都有 對 什麼錢他都拿 這就是柯文哲 你不要以為他說垃圾不分藍綠 你現在發現柯文哲這一包 可能是最複雜 最暗黑 還最難解的那包垃圾 所以我今天要跟他講 你看周刊的時候 當然他覺得故事性很強 但是真正的背後政商經營的網絡 還有我覺得今天有一個人 應該要出來跑笑 誰誰 國昌 對 你看這個手板這個錶借我一下 不是說這個 這個USB的 USB 這給你 在這個上面的這個錶裡面 加起來這麼多錢 對啊 跑到哪裡去了 本來人家是要給民眾黨的 本來人家是要給民眾黨 因為像謝國良 他就說今天周刊獎 直接講出來說是謝國良媽媽 拿什麼兩百萬 就發現說 這個是要給民眾黨的 可是發現沒有在 政治獻金賬戶裡 對啊 那錢是個哪裡 柯文哲出去募款的時候 不是都說民眾拿很窮 我們民眾拿很窮 什麼我裝潢需要 什麼 就是說我孩子在家餓肚子 柯文爸爸出去找錢 找一大堆回來說 怎麼都沒有給小孩買東西吃 對 錢都拿去哪裡 到現在為什麼 民眾黨沒有人出來咆哮說 錢呢 主席 錢呢 這個很重要的問題啊 還是說 你們都在問別人的錢呢 遇到柯文哲的錢 通通不敢問 那這個道德雙標了 嚴重的程度 大家都看得很清楚了 好確實 剛剛阿苗幫我們講了一個大重點 就是說柯文哲 來看又回到這九個字了 真的 柯罕瓊的時候 邱沛玲幫他牽線 我們剛剛爬樹說 邱沛玲幫他牽線的蠻多 當然不只全部都是邱沛玲 當然也有其他 就像剛剛講的 可能說偏藍這邊 有人幫他去種籍 偏綠這邊也有人幫他去種籍 重點是 阿伯現在就是 藍藍綠綠 偏藍偏綠 TIFFANY藍 土耳其綠 隨便 這些錢對於阿伯來說 這個錢錢永遠沒有嫌多 但是重點 這個人家說怎樣 阿伯為了民眾黨 阿伯為了民眾黨不行嘛 阿伯需要資金 阿伯需要開疆屁土 阿伯需要第三勢力 但是是這樣嗎 因為現在的問題就被阿苗給點出來了 柯罕瓊 秋千線 局收錢 然後錢咧 然後錢咧 所以接下來先進一下廣告 稍後我們就幫你剖析 錢咧 你這個拿了錢之後 人家這個支持你民眾黨之後 阿錢咧 錢到底去哪邊了 這個可能要問橘子啊 結果橘子被人家發現 好像在演諜報片一樣 進進出出 還在這個應小微 被羈押前的四五個小時 成功抵達日本 這個到底怎麼一回事咧 先進廣告稍更精彩 好我想問一下逸三哥喔 真的是想不到 這個原來柯文哲 這麼會處理這些所謂的金流 原來阿伯的吸睛大法 這個所謂的柯文哲 秋千里這個透過有人說 柯文哲常常就跟他喊窮啊 就說需要錢啊 就像我們之前曾經聽到的 柯文哲跟那個什麼陳信啊 說什麼那個需要改裝啊 跟什麼企業家說什麼 我的黨部需要改裝啊 就很多種瞑目啦 私下就私下under table 跟很多很低調的金主 去要了一些斗內 但是又回歸到一個大重點 錢咧 你錢去到哪邊 錢不會不見 只會藏在一個阿伯喜歡的地方嗎 接下來我們要帶來這個逸三哥 要幫大家來爬梳的事情是呢 大家說這個金華塵案 什麼時候開始爆的 其實你說從搜索行動 真的開始有一個搜索的開始 是五月柯文哲被列為被告 但今天週刊爬出一個新的時間點 叫今年三月 三月我就想說三月我在聊什麼 我的節目在聊什麼 三月我們在聊高鴻安 三月我們在聊台智光 當時都沒有人在提金華塵 結果在三月的時候 我們在聊台智光的時候 我們阿伯腦袋好像就gay到了什麼訊號 三月柯文哲就跟幕僚下令說 趕快給我處理政治獻金跟金華塵 好奇怪喔 大家看一下喔 這個金柯人士政治獻金是八月四叉貓 他們才爆出來的事情 金華塵是五月之後 大家還開始在討論事情 結果在三月我們在聊台智光的時候 阿伯就說趕快處理政治獻金囉 趕快處理金華塵案囉 結果沒過多久 柯文哲突然下指令說 我要查黨內誰卸蜜 卸什麼蜜咧 結果這個時候在三月的時候 柯文哲突然下了一個指令 叫做ORANGE 金華出鏡 這個是抽堪寫的 我一直覺得這個很有趣 他說ORANGE 金華出鏡 當時這個橘子 接到這個訊息之後 橘子就趕快出國 出國深造 說去讀書嘛 好那結果柯文哲可能是知道 要出事了嗎 一三個三月到現在 現在已經十月了 所以代表說柯文哲 早就知道金華成跟政治獻金案要炸了 以他鋪陳的話 現在已經鋪陳整整 快要扣掉他被壓 這樣鋪陳整整也四五個月囉 這四五個月已經足夠讓他 把所有的事情都粉飾太平了嗎 我們先來回顧一下 你剛剛聽到說他在三月的時候 做了那麼多事情 還下令橘子趕快去日本 但是他在檯面上面 他跟大家講的是什麼 我們先回顧一下 奇怪 說媒體開始每天在討論 什麼金華成 北市客 打了一個也不知道 打不出什麼名堂 每天就call in節目 這樣講來講去 我跟你講如果說有問題 那你打算抓誰 至少五十個人 也沒有人去查到什麼金流 也沒有人出來反咬 說這個是誰指示的 也沒有 你們告訴我哪個地方不合法 不然講一講 所以人家說你們都是虛放一招 阿伯表面上看起來覺得說 你們真的是很無聊 講這些我老神在在 結果原來在檯面下 趕快三月的時候就超前部署 叫橘子趕快拿著錢 你看這個週刊形容得很諜報片 說這柯文哲三月間下指令給橘子 叫橘子保管好身上的四百萬 橘子還拿現金給李文中 還跟李文中交代款項 交代完之後橘子就趕快飛走了 這柯文哲到底幹嘛勒 對 監察院的報告 金華城報告是一月底就出來了 一月底的時候 柯文哲可能認為 還沒有什麼樣的關係 因為那時候媒體討論都還很少 三月發生什麼事 三月發生臺志光案 臺志光倒是吵得沸沸揚揚 而臺志光案的時候 柯文哲在打誰 不小心他打到一個人 那個人叫做郝龍斌 所以他已經知道說我打郝龍斌 郝龍斌會講我什麼事情 講我金華城 因為郝龍斌對於金華城從392到560都有意見 所以他在三月知道他在政治攻防上面 他一定會處理到金華城案 因為監察院報告已經出來 而且台志光案他又一直在修理郝龍斌的情況下 所以郝龍斌果然 郝龍斌在4月2號就直指金華城案是閉案 那整個輿論才爆開來吧 這個東西是非常精確的一個政治判斷 我在攻擊別人之前 那別人會搖我什麼 所以柯文哲直接就處理了交代幕僚 處理政治現金跟金華城案 而關鍵中的關鍵 就是我要講的這個金屬的USB 這個金柯人是不知道是誰 如果只有十筆 一千萬以上的 我說真的不用到ECEL來寄在腦子裡就好 而且邱佩玲這麼大量的都是邱佩玲 那如果都是邱佩玲 我幹嘛寄在ECEL檔 我就直接寄到腦子裡 所以一定不止只有ECEL檔這十筆 ECEL檔裡面可能是上百筆 聽說在周刊有寫 有300筆左右的ECEL檔的檔案 現在只揭露了大約三十分之一而已 而且關鍵在小省1500 金手人 你看金手人怎麼會是審刑金 如果是小省是審刑金的話 金手人就不會是審刑金 而這個金手人最有可能的是誰 就是徐子瑜 所以他叫徐子瑜 一定要趕快處理錢的事情 一定要趕快因應所謂的金華城案的問題 果然五月要怪一個人 他開始要處理搬錢的事了 誰 怪鍾小平 周小平沒事 5月3號去台北地檢署提告 果然台北地檢署在隔天 在當天就變成他自案的被告了 所以5月是一個關鍵的時候 他就馬上叫橘子把所有的款項交接 並且限令出境 還詭異的是 5月過了 你出境就出境 出國念書就出國念書了 為什麼又在8月27號回來 而8月29號他跟應小薇一樣 大家又覺得他是不是跟應小薇一樣 得到消息以後跑到日本去 還是柯文哲比應小薇更早知道 他8月27號就知道 叫所謂的橘子趕快回來再搬東西回去 所以很多人說這中間到底有沒有被泄密的問題 偵查的動作 是 所以他在採檔內泄密 簡連也有泄密 簡連現在也在採內鬼 大家都有人泄密 大家都在抓內鬼 所以8月27號你去日本就是日本了 為什麼又要突然之間回來台灣兩天 而這兩天裡面 其實之前媒體就有報導 去黨部搬錢也好 保護你身邊的錢也好 或是昨天所謂的報導裡面 是不是有所謂的C-Face 12個英文字母要保護好的問題 這個12個英文字母 我昨天在媒體上面有說 12個英文字母如果你掌握了 如果你又有柯文哲的帳密 你在其他地方就可以搬錢了 不只在台灣 你只要在任何一個地方 日本也好 歐洲也好 只要有硬體的地方 你有這12個字母 你就可以重新把柯文哲的冷錢包打開 再把錢轉出去 而所謂的橘子這兩天處理的事情 是不是就在處理這些事情 而現在他已經被列為被告 除了他被列為被告 更關鍵的是 大家看最近的這個 今天剛熱的新聞稿 他幫我們剖戲一下 第一個 他第一行就寫了 是為了申辦科信被告的色嫌 貪污處罪犯 你說標題嗎 是為了被色嫌 是為了因為柯文哲 不是因為沈慶晶或映曉 是因為柯文哲的貪污色嫌的被告 所以他算是一個 嚴押了所謂的審慶金 對 那審慶金跟映曉 是8月29號被羈押 8月29號算兩個月 就是所謂的10月29號 他在10月22號的時候 發新聞稿說要申請嚴押 那下禮拜我們就可以看到了 柯文哲會不會被嚴押 如果是因為我要辦你的案子 我嚴押其他人 那你自己這個主案主犯 我當然會嚴押 我不可能壓了女配角 不壓男主角 所以男主角在9月5號 他是9月5號被羈押 11月5號原本羈押結束 所以在下禮拜我們就可以看到 同樣的新聞稿可能會再發一次 而這個新聞稿 針對的可能是柯文哲嚴押的事件 我覺得尤其剛剛這個 大家就在爬梳說 今天的這個新聞稿提到的是 這個省慶金 易小威跟吳順明 結果這個阿苗 剛這個上公 他們都發現說 吳順明的部分裡面 突然來了一句叫做 吳順明無姓被告 在羈押期間 充分陳述及答辯 雖人承載羈押之事 但是沒有羈押之必要 充分陳述與答辯 你是都老老說了嗎 都說了嗎 是這樣嗎 好 我想問一下這個 我想問一下這個建議議員 先帶你來聽一段 柯文哲 在這個鏡頭前面 我總是覺得要不要務實 要不要可愛 要灑白甜 要不要總是這種營造者 一種政治素人感 明明就已經很不素了 但還是就是展現得很素人 就是說 我不拿金主的錢 我也不拿什麼錢 我就是這樣 慢慢欠 我們有多少錢 做多少事 都是阿伯跟小草說的 之前曾經這個小牛 柯文哲的前幕僚曾經就說過 柯文哲你收不少偏欄金主的錢 柯文哲當時還說我哪有 我們來聽一下柯文哲還否認 民眾黨還有金主 我怎麼不曉得 我長主席都不知道 文宣副主任怎麼會知道 整個黨一年下來 被人家捐也沒有多少錢 那如果大家有同情 我們可以捐一些給我們 我們這個政治衝刃黨 政治衝刃黨 好我想問一下建議員 你看我們阿伯很可愛對不對 我們阿伯就說 什麼小牛你又知道有 什麼金主了怎麼會有 不是阿伯你不只知道有 你還把它寄到USB 你還把它寫下來 這個USB今天全部揭露出來說 哇原來阿伯身邊有一個 像是邱佩玲 像這樣子的一個角色 那當然我們說邱佩玲 他就是一個金手人幫你牽線 那重點是錢去哪邊 錢的關鍵就在橘子 建議員橘子 你之前不是一直深深呼喚說 橘子你最好是趕回來 但是橘子就是沒了 果不其然橘子轉為被告 政治獻金案被告 因為橘子太關鍵了 橘子什麼都知道 尤其啦橘子啊 被說不是就是去日本之後 就沒有回來過 橘子在5月的時候就去日本了 結果在中間待了3個月 不知道怎麼一回事 8月27號突然回來 回來之後 當天易小威就突然就是被 想要趕快跑嘛 結果就被禁管 結果接下來呢 就被帶回廉政組 結果8月28號搜索的時候 哇事情正式炸開 也就是我們外界知道 這件事情第一篇搜索 就是在8月28 哇柯文哲二度要橘子 趕快趕快趕快快 你趕快出去 哇就趕快訂了機票 又跑走 很緊張喔 橘子在8月29號的下午抵達日本 結果在當天晚上11點 也就是說 夯不浪噪差不多4 5個小時 有沒有 橘子一到日本4 5個小時之後 本案第一個人就被羈押了 哇 很疊爆片 很緊張耶 我想問一下建議員 你怎麼看目前整個案情 當然我們先講 柯文哲金主 當然金主不是他的啊 照理說這些金主是誰的 邱佩玲的 柯文哲當然 從2014 我相信易善也知道 每次只要幫他找飯 去到那邊他坐下去 招呼也不打 然後一直吃一直吃 吃完 該給他的政治現金 答應給他 或者募款給他 他拿了就走 他只是要錢 他從來沒有 對他來講 人情是誰欠的 是邱佩玲欠的 不是我柯文哲欠的 去要錢 欠人情的是誰 是邱佩玲你欠金主 不是我柯文哲去欠金主 他的邏輯是這樣 所以錢 他很快來拔 到底是拿錢 他當然沒拿錢 他是拿了以後藏起來 他叫藏錢 他不叫拿錢 所以以照柯文哲的 一個解釋方式 很清楚 其實他沒有拿錢 沒錯啊 但他幹嘛 藏錢 所以以照這種情況來講 再加上橘子 八月二十九回來 二十七回來二十九馬上走了 知道的訊息也有馬上走 看起來柯文哲也知道 事情大條 因為 映祥會被收押的 他老婆要出國也被抓了 然後九月五號 柯文哲要出去也被抓了 沈靜靜要出去也被抓了 那這樣的情況下 他知道事情不要緊 那以照橘子的事情 我跟大家報告 之前我說橘子 他在大阪市 在大阪市 對 歐沙卡 大阪市後來我們就去 我就去問一下日本的朋友 日本的一些導遊了解起來 大阪市其實是有一個平行時空 有一個地方 大家都知道通天閣 通天閣在大阪市 大阪市裡面有二十四個區 好像台北市有十二個行政區 二十四個行政區的裡面 有一個叫做西城區 西城區裡面有一個地方 叫做愛林地區 愛林地區 這是我說的平行時空 這個地方 第一 它的物價比外面便宜 第二 它的飯店比外面便宜 第三 在這邊不用用真實的身分 就可以住飯店 第四 這個地方其實是 黑道 政府 跟犯罪 共同治理的一個地方 你說有個地方叫愛林地區 大家可以去Google 看一下有很多 包含各個國家去說明了這個地方 這也是日本的一個朋友跟我講 他說這個地方 其實一般進去裡面 我也不能說 你叫什麼名字 我隨便跟他判斷 我們一般入住是什麼 身分證 護照 這個地方不用真實身分 這地方差不多兩萬多個人 這兩萬多人 這個地方 街道乾淨 他們俗稱叫做平民窟 但是問題不是 這地方街道乾淨 物價便宜 洗髮店有洗髮店 美容院有超商 什麼都有 正常機能 對 但是日本人就不進去 很奇怪 很奇怪 他在有名的大阪市裡面的觀光聖地叫通天閣旁邊 景林旁邊的一個小區 感覺就有一個畫外之地的感覺 好像我們台北市的一個禮一樣 這個禮就是特區 香港電影看多了就是九成載 這個載溝裡面 其實這個地方就是愛林地區 所以有人說在大阪市 確實橘子在大阪市 但他在大阪市的哪個區域 是這個區域 是完全不用用真名字的 一個所謂的犯罪者的天堂 這地方要真的進去抓 要三方都講好才能進去 所以這個地方就是我們現在懷疑 橘子在大阪市大家看到他 知道他在大阪市 那大阪市的什麼地區 像後來了解起來 感覺就是住在這個特區域 太神秘了吧 所以說 以照橘子才是最後一塊拼圖 沒錯 這塊拼圖橘子回不來 為什麼從證人要轉被告 其實某部分地檢署已經善意的溝通過 溝通過了 你不回來那沒關係 我就最後面被告 我可以通知 通行註銷你的護照 註銷護照就可以跟日本這邊 做所謂的司法的一個護助 可是有個問題 現在如果說橘子有第三國家的護照 或者進日本是拿第三國家 那其實我們台灣也無可奈何 所以這個部分很清楚的 橘子是最後一塊拼圖 但整個一個所謂的金主募款等等 柯文則用這種方式 再募集一些資金 所以觀眾朋友現在都不了解 到底現在的案子 一下清華城 一下政治獻金 一下審慶金 其實很清楚 很多案子卡在一起 這個是一個很 大家都在讀這個故事什麼時候結束 其實我告訴大家 故事到了尾聲 但是還沒有結束 事情會越來越多 劇情會越來越變化 尤其橘子如果真的回來歸案的那個瞬間 哇這個全劇又掀起高潮 不知道會輸出什麼 因為呢這個剛剛建議員幫我們講到說橘子 我們都說 那橘子橘子就是 如果就是死要在這個歐斯卡這邊 就是不回來那怎麼辦 那案情就沒辦法了嗎 當然啦 檢方一定還是會有他們的一些方式 一些措施 那包括說這個周刊裡面有披露說 因為確認橘子應該就是鐵了心 沒有要回來 確定將他列為被告了啦 未來完成程序之後 就要透過司法互助的通報系統 告知日本方 當事人所犯的犯罪事實 盡全力阻止橘子六個月 入境期滿之後 逃往第三國 意思是說呢 橘子進去六個月期滿之後 他必須要有一個動作 就是你要再去另外一個區嗎 還是說你要回國嗎 其他國家嗎 所以呢現在呢 這些我相信 檢方過去應該有辦過逃到國外的案子 應該都很多 所以應該會知道如何因應 但是橘子不趕快回來的話 這個案情就沒那麼快明朗 應該這樣說 好我們先進廣告 稍後我們要讓上公繼續來分析 包括說今天最新的 這個北檢的新聞稿也出來了 映曉薇審慶金這邊 通通都是要申請贏 明天審慶金就有個停 後天換映曉薇 吳瑟銘這部分感覺是什麼都說了嗎 稍後我們繼續來分析 整個案情最新 包括說橘子的這個角色 包括說邱佩玲的這個角色 哇這個所謂的精華風雨越來越精彩 先進廣告 好我們剛剛這個 映落週刊的報導 我們才知道說 橘子人家回來過啦 人家在八月的時候呢 去了三個多月的時候 曾經從日本回來過 但是我們現在爬出整個時間線 你就會細思極恐耶 三月的時候 在我們都還不知道的時候 哇柯文哲就是在這個暗中呢 就已經下令處理說 政治獻金跟精華塵埃 結果他在處理的同時 橘子就先被他叫去日本了嗎 好結果到了四月 政治獻金才開始申報啊 所以是在申報之前 柯文哲就先叫他們 先處理政治獻金了啦 結果處理完之後 不是被這個監察院 不是一看就說 欸不對啊 你連帳都沒有平 你也在申報 被秒退 秒退之後 五月的時候 欸柯文哲就在買商辦耶 陳佩提就在看議員豪宅 還在成立製搖公司耶 你不覺得現在把我們這個 過去橫橫抖內幕 兩三個月的精華 把它兜在一起 你就會發現 這一切都是有脈絡的嗎 我們先進行廣告 稍後上公說給大家聽 好 我們剛剛在第一個小時的時候 我們聊到說 哇 這個很多的金主 平常都很低調 你也從來不知道他長什麼樣子 這個多虧阿伯 然後謝謝阿伯 讓很多的這個金主 通通都被意外被浮上檯面 對於金主來說 他們一定都覺得 真的是惹了一身心啊 這個真的是一點好處都沒有 那包括USB呢 昨天就在我們節目 這個開播之前 突然上報丟出了一篇獨家 叫做USB裡面 不只張高翔 不只王莉玲 挺藍白河的建商 集資上億元 不是上億夫 上億元 捐給柯文哲 他裡面怎麼寫 他說去年柯文哲競選的時候 有一群偏藍啊 很有分量喔 推案啊 就案子都是遍及全國 那種全國性的建商喔 對柯文哲 對柯文哲 對藍白河是有期待 哇 希望一定要合 湊滿十多人啦 邀請柯文哲 當座上冰餐去 集資送上政治現金給柯文哲 但是他這邊也很保守 他寫說劇文 劇傳 今兒可能上億元 喔 驚呆了 我哪要行情這麼好啦 我想問人家上公 我真的覺得不可思議 因為柯文哲確實曾經提過說 因為藍白河 有一些金主找上他 我帶你來回顧一下 因為他如果好 如果真的 這個所謂的案子是真的 真的有拿到所謂的上億元 那不管怎麼樣 柯文哲跟人家拿了之後 之後怎麼樣 之後黃珊珊 陳志涵呢 我們是跟柯文哲 拜拜 說不能合 不能合對不對 後來又不合了 結果不合之後 柯文哲還曾經對他抱怨說 喔 那藍白不合之後 他們都不給我錢了 好 我們來聽一下 你們黃信拿的 最後一定會合的 之後怎麼合的 只要 只要你們不忘記 你知道嗎 我就 我就不會忘記了 藍白河破局之後 你知道 很多原本答應要捐款的企業 都縮手 所以這個 這個還好 這個還好 幸好黃國昌有出來呼籲 有募到一點錢 所以我想 大概這場選舉 我們要靠小和募款為主 因為在藍白河之前 很多財團都要捐款 後來藍白河沒有 他說 我們就祝福你的選擇 我想說完蛋了 這一下 我選下去 所以我們會最後決定說 我們還缺多少錢 然後再跟大家募款 以前快要破產了 阿伯都講得很悲情 只要你們不放棄 阿伯就不會放棄 我現在回頭看 阿伯那個哭到底是為了什麼而哭 是因為他本來 他不是進去簽了什麼六點協議嗎 然後簽一簽之後 不是陳志然就開始哭嗎 然後後來就 爸爸爸爸 他想下車 人家不讓他下車 他只好又上車 然後結果後來就突然 PO出了那個影片 阿伯就在那邊哭說 你們不放棄我就不會放棄 那個藍白河都歷歷在目 那個爛戲我們都還記得 但還滿好看的 就是什麼比民調 比點數 什麼像正負三 正負三趴是哪三趴 我現在覺得我們全部人變白差 我們在跟那邊聊民調 結果這下面原來藍白河 真是一場好生意 上公 我再問一次 我阿伯行情很好 他的行情好是做副手 才會有錢 你說做副手就會很有行情 2023年各自登記以後 誰看好柯文哲會當選 還要給他錢 對 是不是很好笑的事嗎 這樣講 當然你說 裡面有些所謂的金主希望藍白河 這樣講 裡面有些金主第一個是 先支持侯友宜 希望柯文哲退河 所以那個立場上面先搞清楚 比如說 他要侯正科富 當然 舉個例子來講好了 裡面在那個USB名單裡面的人 有一次侯友宜跑行程 去了一個晚到一個重要的餐會 他已經遲到了 遲到了以後 在裡面吃飯的時候 手機響了 手機響了以後 接完電話就跟大家說 我等一下有事要先走了 那當然旁邊的人瞄了一下 那個手機是誰打電話來的 相號而已 就USB裡面的其中一個人 有有有 這樣啦 USB的其中一個人 在上面還是下面的 我不告訴你 好 比較後面的吧 我就舉兩個例子 這第一個例子 第二個例子 也是USB上面的人 又是USB上面 在世人的招待所 也是約了一些企業界 還有挺侯友宜的人 挺侯友宜的人 雖然在政界 但是私底下也算是滿有錢的人 在招待所裡面 在談一些支持侯友宜 如何勸對柯文哲的事 在招待所 這個招待所 好 招待所講三次啦 對啊 你想去是不是啦 快點啦 我覺得你有可能 可能跟柯文哲一樣會咳嗽喔 對啊 不是 你快點 TEMPO 招待所以前我去過 我不曉得他改裝了沒有 那不是狼狼 沒關係 當然你可以看得出來嘛 就是說 有一些這些人的目的 其實基本上是挺侯友宜希望藍白河的 當然那這樣子 柯就是後面的人嘛 柯就是後面嘛 當然你說 十幾個人一場餐會喊價一依 平均一個人喊到八九百萬 我覺得可能性不高啦 不高 因為你要知道一件事 要企業界從口袋裡面拿錢 除非你跟他的關係非比尋常 一次要人家拿一千萬出來 也不是那麼容易的事 人家也不是潘啊 然後喊到上億 看到那一個人還低頭吃飯 理都不理合理嗎 我覺得這個場景 我是持保留態度啦 沒有 我們阿伯覺得自己的副手行情 是兩億美金耶 你說這樣 誰給 不知道 他自己說的 他說有人跟他講的 他不是有去作證嗎 對對對 他要領證人費 到現在 到現在那兩億到底誰要付 不知道 他領證人費還要被拍到 但是我很敢 我很敢保證就是說 在招待所的那一群人 絕對不會出兩億美金 這個我很敢保證 我很敢保證 所以你可以看得出來 當然藍白河裡面 會成為一個賣點 不是柯文哲有多厲害 而是這些企業界的期待 要柯文哲退一步 要柯文哲退一步嘛 要柯文哲退一步才願意嘛 不然給政治獻金幹嘛 不然柯文哲分開選 大家給他政治獻金幹嘛 給了也不會有什麼太好的結果嘛 你看那個光是2022年 下場就一個一個被約去談了 更何況 2023年 但是現階段我比較好奇的一件事 那裡面的USB現在所揭露的 有哪幾個是2023年 其實我比較好奇的是 僅限於2022年呢 還是有跨出2022年到2023年 因為這裡面 目前為止你只有很清楚看到的是 2022 111 小省1500省慶金 那其他的所有列出來的有日期嗎 目前為止日期不明 日期不明 如果說這一些都出現在2022年的話 大概就是一個政黨的募款 為了黨募款 當然 不能說為了黨募款 以黨的名義募款 這樣比較準一點 以黨的名義募款 那你說以黨的名義募款 那這樣看來 2023年 如果這裡面不橫跨2023年 那我比較好奇 2023年有沒有USB 裡面好不好看 因為這裡面的人呢 如果說是2022年 那所知2023年也拜訪過兩三次的人 大有人在 你說2022年沒選舉就可以給錢 2023年去拜訪會不會給 會啊 那看裡面啊 那看裡面啊 我覺得現階段大家都說 有一些有給他政治獻金的欠借 私底下 說緊張也好 說X也好 為什麼要寫在上面 那 還有沒有人很緊張的事 還沒有出現 對啊 嗯 2023年 2023年難道沒有嗎 嗯 難道會沒有嗎 嗯 所以裡面可以看得出來 泛曼來白河最大的前提是 一堆人支持侯友宜 希望柯文哲 退而求其次 才有這個空間 嗯 如果 藍白河是柯文哲當政的 你認為這些人會出面嗎 嗯 這些人會出面嗎 不會嘛 嗯 柯文哲 借這個機會去販賣 我覺得也 也是可能性很高嘛 可能性很高嘛 因為你可以看得出來 康仁俊 你認為柯文哲 從頭到尾都反對藍白河嗎 不是啦 因為剛剛講說企業也不是說的 我再講一次 丟給來賓是我的工作 你不可以每次自己不講 你就叫別人講 我只是問一下 我只是問一下 剛仁俊吧 好 仁俊跟你說吧 我講三公想講的啦 好啦 仁俊跟你說吧 不是啦 因為剛剛講嘛 企業不是傻子啦 本來就不是傻子 真的在那邊喊嗎 我都說真的 大家去沒有管 在那裡喊 還以為在賣魚 一百好不好 兩百好不好 三百 那個前面都講好 但是講好的前提是什麼 你覺得這些人 就明明知道去阿伯不會退 我還傻傻的把錢打出來 我講的喔 當然那笨蛋嘛 就前面一定有人 給了一個 一個託證說OK 他才有可能會用這個方式說 為了推動藍白河 然後把錢給你嘛 仁俊哥你看 我們剛剛有過啊 OK找柯文哲去幹嘛 你剛剛也有過過啊 剛剛柯文哲曾經在一個軍系 非常深藍的場合說 放心 最後一定合 他自己講的 親口講的 是啊 所以我就講就是 民眾黨在那個當下 我真的覺得 就是民眾黨很多人在幫阿伯辯護的時候 你要不要先回想一下 梁白河那一個禮拜 你們是怎麼經過的 對 你們有沒有綁著阿伯不讓他出門 因為你們發現到阿伯的態度 開始鬆動 阿伯還簽下去 阿伯覺得好累 阿伯覺得就一直在講說 選舉很累 一個人打 然後沒有錢 沒有資源 還會開到天亮 那天開到9點 開到天亮才是簽了 對 說什麼沙盤推演到早上 阿伯一直就簽了 叫阿伯一定不能簽 還是簽了 我沒有單講那一天 我現在講的是你們 那一週 民眾好朋友 你們回想你們那一週是怎麼過的 你們為什麼要盯著阿伯 阿伯在當時所透露出來的 是不是講說他累了 他不想選 所以你們要一直盯著他 那現在問題來了 剛才講了 這裡瘋了 這裡要什麼 我老實講 張光講的那個完全認同 不敢說他 阿伯掉眼淚是為了那些企業界 對啊 阿伯想說你都不知道 阿伯那個咳嗽 你現在再回來想阿伯去講說 我們要咳嗽 黃三很感動 我不去講黃三的感動是真或假 他或許根本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就是說現在阿伯在那個時候 你想想看 有一堆藍白河 願意支持藍白河 你覺得他為什麼會講說 這些人是因為藍白河 對 那代表是什麼 這些人如果被問的時候 他一定有問 那個檢調一定會問說 你為什麼要拿錢去給阿伯 一定有人講說 因為我們要支持藍白河 那就回來了阿伯 如果從頭到尾口風都很緊 不要 我就是選到底 對 你覺得這些支持藍白河 為什麼說 好 我支持你 好友誼 我怎麼會贊助 這邊我也贊助 不可能 空的喔 拜託你還沒有講實情嗎 還有企業界在兩邊創耶 對啊 還有企業界兩邊在創耶 兩邊在... 尚公你問我一下 尚公你問我一下 我才是主持人 他關掉耶 他關掉耶 我才是主持人 好 我問你 你可以講的 你不要命了嘛你 其實喔 在柯文哲我應該是說 他在一直說 藍白河其他的目的 是在要求募款 他藉由藍白河 你們會聽我 會聽我 我都受一個希望嗎 這個 其實他釋放出這個原因 就是說 欸 薄仔 我要藍白河喔 薄仔是說 你有機會 我們大家做人來講 他才有辦法 就大家 推最後一把 對... 結果到最後他不簽了 你仔細看喔 不簽了以後 這些金主可能 就不再繼續斷內 但換個方式 他都找誰 小草嘛 對 一次 兩次 三次 一直吹喔 兩百塊 三百塊 五百塊吹喔 每次吹下去 就幾千萬 意思也是一樣嗎 他其實是前面 確定我要藍白河 目的差不多了 進去簽了那個 他也覺得他真的累了 可是回來被罵 罵到最後反悔 我不簽 但他擔心的又是這些金主 錢怎麼辦 錢拿了 沒得交代也就算了 信用破產 未來怎麼辦 可是有一個問題就是 回來了以後 又反悔說 我不要藍白河 那不要好 繼續做 做了個假民調出來 為了要幹嘛 繼續募款 第二個 假民調完了以後 在選舉當中 他打死就說 我快贏了快贏了 我差一點點 差一點點 最後的前一天 兩個小時募了四五六千塊 那不就是每個人兩百塊這樣捐嗎 你點心我了 我跟你講 真正的看起來 他所有的募款方式 包含前兩天四叉貓做出來的 有些人贊助 現金到現場贊助 住高雄的 一個月來了六七次來 每次都是一萬兩萬這樣募 那個太離譜了 所以到最後面 柯文哲無非就是錢的魔力 讓他一直在洗債 他早就知道他賣掉了 你們剛剛那個話帶裡面有一段 是柯文哲講一句話 他說 要藍白盒之前 很多財團都要捐款 對 藍白盒之後 大家都不捐 對 阿伯當時有一句話沒有講完 是 在藍白盒之前 很多企業都要捐款 我收了沒有 你有感受嗎 有沒有入账 對嘛 如果今天按照現在報 我跟你們製作單位也吃那個 你知道嗎 你們居然還找到那一段話 對啊 我們就 你是稱讚他們厲害 我還以為你要把他們 我們用心 不是 阿伯當時你沒有講完的那一句話 我現在非常好奇 因為你講說藍白盒之間 你現在對照今天 你現在對照今天 先有兩邊對 阿伯你當時講說 藍白盒之間 很多財團都要捐款 你收了沒有 對 你為什麼在當時那個話講一半 對耶 還補了一個講說 藍白盒之後就沒有了 就要靠自己募款 那現在問題來 剛才上公公的時間點 那現在看起來 這一些的時間點 會不會有一些是卡到 而且還有沒有曝光的 對啊 我講說還有沒有曝光 現在是被知道的 剛才跟我們聊天的時候 現在看起來起跳 最少百五萬 你看大家都金額剛才 一百萬的都很正常 對啊 很多 搞不好有幾十個幾百個 你們剛才講的這些藍白盒 博益哥在旁邊 一把辛酸淚整個上來 我沒有想到你們講那麼高興 我跟你們說 整個國民黨 講到什麼藍白盒 我都覺得快要PDSD了 我就想到當時 一下要一下不要 你們每次都被耍得團團轉 我想問一下博益哥 剛剛今天議員點心我 柯文哲 在這個藍白盒 還沒有明朗之前 他曾經在你們軍事 你們的這個主場 說藍白一定合 都受一個藍白盒的希望 當時有沒有入障 依照上報的說法 如果為真 就代表有入障 當時有入障 結果後來 這個不是進去 跟你們簽了六點協議嗎 出來不是先 陳志涵就開始哭嗎 哭一哭之後 就這樣 大家母姐會 那時候大家笑說母姐會 拜拜 柯文哲又突然說 你們不放棄 阿伯不放棄 然後他就反悔了 反悔之後呢 藍白盒金主抽手了 對不對 接下來就開始叫小草 有沒有 民調 我們做二望一 準備要當總統了 換小草們捐 都是都受一種希望 你們被藍白盒搞得好慘 你們被那個民調 求真民調也搞得好慘 你現在看起來 原來這中間都有錢的影子 奧不奧 我覺得很奧 還被他們笑六趴的問題 過不過分吧 沒有 我印象很真的 沒有 那時候還笑你們什麼六趴猴 讓你也不會贏 對 讓侯友宇選也不會贏 那個時候 國民黨是被民眾黨 給践踏到什麼程度 歷歷在目 先講 因為今年的總統大選 的確有很多藍營的長輩 我聽到的是 覺得 藍白如果不合 會贏不了賴清德 對 所以他們真的希望藍白能夠合 而且也要去盡量促成 藍白合 但有沒有捐錢 我不知道 可是如果照一些媒體講的 的確有捐錢的話 那我覺得更過分 柯文哲收起來不辦事 真的 那我就不要收嘛 票票 對啊 拿了芭樂票 詐騙集團 人家以往 詐騙集團 是捐款潛逃 柯文哲 囂張到這種程度 捐款不逃 繼續捐 對 選了之後 不只繼續募款 還可以拿政黨補助款 看準這些金主很低調 我金主會不會跳出來 說 錢呢 沒錯嘛 金主去了之後 發現 跳票怎麼辦 如果真的有這個事情 也是摸摸鼻子就算了吧 能怎麼辦 難道去大張旗鼓講嗎 所以我覺得整個 柯文哲一整串藍白合的過程 跟鬼打牆一樣 他都知道一下要合 一下不合 一下要合 你們藍白好像被鬼打到 真的啊 搞了老半天 最過分的是 六點協議簽完之後 居然會出現柯文哲手機 被藏起來的事情 都會發生 這夠可能 說什麼他老婆 就太吵了 電話太吵了 對 這個東西說出來是 瞧不起國民黨 還是在侮辱我們 怎麼可能晚上手機藏起來了 所以柯文哲接不到電話 隔兩間之後藍白破局啊 這整個都莫名其妙到幾點吧 好笑 就講了老半天 後來發現 藍白不合的最後原因 是不是因為柯文哲覺得 他自己選下去 可以賺到錢還更多 因為畢竟前面那個募款 都募款差不多了嘛 來一人丟錢的大家都丟了嘛 有到帳了 接下來他不只跟小小募款 別忘記了 最後他的政黨補助款 對 包括他的政治現金等等 實際上金額真的不少喔 沒有人家的補助款 現在已經變成一棟商辦了 對啊 他還拿兩份喔 他個人拿一份 政黨再拿一份 補助款的一部分 變成商辦 對 已經 那個補助款已經變成 他名下的房產了啦 對 所以我相信 柯文哲那個時候 在談六點協議的時候 他是為了選舉 或者為了大家 是否能夠讓政黨輪替 做考量 但大家回去 被大家說服的時候 我相信他的想法是 他可能自己選下去 能夠獲得的東西 更多更實際 那最後結果是什麼 就知道就是賴清德當選嘛 現在甚至還出現 柯文哲在看搜索 不曉得什麼時候 會出來的慘況 所以我老實說 這整個過程 當然柯文哲有很多地方 我覺得檢調 必須要說清楚講明白 但到這個地步 我覺得他個人 的確要負上最大的責任 好啊 我想要問一下阿苗 這個藍白河 這不知道要在 但是我們現在回頭來看 現在right now 現在整個民眾黨 很像一個壓力鍋一樣 尤其在今天最新消息 是剛剛阿苗也有幫我們看說 這個最新的新聞稿 也就是說 應曉薇跟沈金金 現在呢 檢方的態度就是 我要繼續壓 那對他們來說 這個幾乎已經快要解讀說 柯文哲應該也要被延壓了 尤其現在消息是 柯文哲都不說 也不配合啊 那這個照這個邏輯 然後研判 柯文哲也要被壓 所以現在整個民眾黨 是不是想要在 柯文哲被延壓 確定的那一刻之前 把政治張力先拉到最大 營造一種迫害的氛圍呢 當然我們在強調說 我們大家都很希望說 這個因為尤其是發生說 柯文哲現在又被壓 然後柯爸爸身體又不舒服 那在這個這麼多 這麼壓力的情況之下呢 你看啦 包括說這個伊甸市 我們的採訪中線記者 優秀去跑出一個獨家 就是說 柯文哲去 不是說有去見這個柯爸爸嗎 說去醫院看一下柯爸爸 那像傳出最近消息 是說北檢因人道的因素 那柯爸爸年事也已高 所以是不讓他 戴著手銬進去的 讓他以一般正常這樣走進去 也是希望說 讓柯爸爸身體健康 那傳出說柯文哲 是蠻肚子的委屈 蠻肚子的不開心 傳出說他還對著 就是還在裡面 在病房裡面 還在罵民進黨 說這個就是 我跟民進黨是不共戴天之仇 跟柯爸爸說 哎呀被激壓 就是民進黨的打壓 或是不滿等等 就有提到這些 那這個論點呢 剛好跟柯文哲的妹妹 柯美蘭是一樣的論調 其實也是他們過去 一兩個月論調 就是說 民進黨死要壓我們 但是 民進黨 他們把柯文哲的弊案 扣成是民進黨壓他們 甚至在把他掺和一點 柯爸爸病危的訊息 就會讓小草開始覺得說 哇這就是一個政治的迫害啊 李國章 甚至說骨肉分離 柯文哲跟他爸爸 不知彼此的下落在哪 我先帶你來聽一下 柯美蘭當時是怎麼樣 對著小草們說 本來我今天晚上 應該整晚陪著大家 但是待會呢 我還要去台大總院 看我的父親 因為我爸爸身體不太好 而這個國家 我媽媽持著黨 壓人取共 擠壓我哥哥 我要獨自面對 我爸爸的生命 加油 我要告訴大家 我絕對不會屈服於惡勢力 我這一生 也絕對不會讓民進黨得逞 好我想問一下阿苗 你看這個柯美蘭 我可以就是 同理來說如果我是柯美蘭 我現在心情一定是盪到谷底 哥哥被壓 爸爸身體不好等等 但是如果你把這件事情 全部扛敗參和在一起 然後再灌上一個民進黨的時候 大家就開始有點問號 因為那個政治感就進來了 那你怎麼看說柯美蘭 現在甚至說在一個 就是這個黨員裡面的群組 因為蔡壁如不是傳說什麼 柯文哲還有看到病例嗎 給他看病例 結果柯美蘭氣到就直接罵蔡壁如說 你給我閉嘴 閉嘴 不要討論我的家人 不要消費我的家人 但是現在大家回頭來看 現在民眾黨到底在塑造成什麼事情 因為根本沒有人一直去談 柯爸爸的身體狀況 因為那是人家的隱私 也沒有人主動去談說什麼柯文哲 什麼上銬去看柯爸爸 其實大量講這件事情的 是發生在民眾黨自己的宣講活動當中 你怎麼看他們現在的這個事情 吵得非常多的新聞出來 其實對於整個黨來說 把柯文哲塑造成是一個殉道者 是他們目前想要保持政治能量 並且奪取個人政治利益的手法 所以柯文哲能不能被平反 或是柯文哲能不能清白 其實這不是他們最關心的重點 他們最關心的重點是柯文哲 能不能夠一直符合殉道者的角色 那所以呢在這當中呢 就會衝刺著很多操作過頭的謊言 包括說柯文哲的父親 其實我們當然都希望 長輩他身體能夠健康能夠平安 也能夠度過這一次的難關 可是引人非裔的呢 就是說柯文哲父親的病情 竟然成為了他們造勢晚會當中的談支 那甚至呢 這個民眾黨的幹部李國璋 還講了謊話 說柯文哲不知道爸爸在家戶病房 還說這個骨肉分離 但事實上 在他拿麥克風扯這個謊的前一天 柯文哲已經前往家戶病房探視過爸爸 在檢察官的允許之下 所以你有看到說他們為了操作這個殉道 操作這個杯刑牌 已經到了無所不用其極 甚至公開說謊來誤導的程度了 那這個巨碼呢當然要搭配一些條件 比如說要搭配他們的支持者 對 資訊來源封閉寫單一 因為如果他的支持者有看到其他的消息 對 從51台看到56台 藍綠台都看的時候 要看記得49台喔 對啊 49台到56台 我年紀比較大一點 沒事沒事 不是我 我真的要跟大家講 我也有沒有很敬業 非常敬業 好謝謝 因為講51台就是年紀比較大的 因為我小時候是從51台台 49台 49台 好謝謝 已經得罪了一個不要再得罪了 謝謝阿苗沒事看一下 在這個 從頭到尾看 藍綠都看的時候 你就會知道說 柯文哲他至少到目前為止 已經證實了 拿了財團的政治獻金 沒有給民眾黨 那像我們知道這些資訊的人 在看這種感人氛圍的晚會 我們就會覺得很突兀 對 就是會奇怪 這個黨主席 把你們黨的政治獻金 都汙走了 你們現在這些人 還在把他當成殉道者 但是如果他的消息來源 封閉寫單一 比如說 他把有線電視都已經 剪掉了 不只把49台剪掉了 把所有台 100台都剪掉了 聽黃國昌的話 對啊 通通剪掉 吳怡軒叫他不要看了 對 通通剪掉 通通不看 只看黃國昌的頻道的話 他們都不會知道 柯文哲做過什麼事情 所以他們看了這些晚會的時候 就會覺得好感動 就會覺得民進黨好可惡 都迫害 這是什麼氛圍 宗教氛圍 就是你讓你的信徒 只接觸到來自你的資訊 對 其他的事情通通不知道的時候 他就會陷入一個超級同溫層 也就是說現在白色力量 正在為他的支持者打造一個叫做白色巨塔 在這個他們打造的白色巨塔裡面 有顧命大臣黃國昌 有長公主柯美蘭 然後還有這些相關的其他角色 在帶動著他們的情緒 帶動什麼情緒 這個白色巨塔裡面要有非常強烈的反民進黨情緒 沒錯 就是要把民進黨塑造成加害者 這樣子柯文哲才會成為一個殉道者 大家能夠了解嗎 在政治上要出現殉道者的前提是有人在加害他 對 可是問題是 這些所有事情 是民進黨叫柯文哲做的嗎 沒有民進黨沒有叫阿伯給他八百四融機率 我覺得應該要查清楚 是不是民進黨叫柯文哲去跟財團拿酒 是不是民進黨派誰幫柯文哲募款 是不是民進黨派沈慶金去接觸柯文哲 這個想想都覺得沒道理 對不對 而且你看整個案子裡面 一開始出來把它踢爆的 由淑慧 鍾小平 國民黨 然後提供資料的台北市政府講話 那是國民黨 然後從頭到尾當中 包圍在他身邊的審慶金包圍網 國民黨中常委 從頭到尾 國民黨把柯文哲進入了這個精華蜘蛛網之後 現在都怪民進黨 這個是一個什麼 這個不是根據事實跟邏輯 這個是完全宗教式的敘事 你要創造柯P式成為殉道者的時候 你就要塑造一個非常可惡的集團來打壓柯P 就像耶穌對不對 他在傳教的過程當中 受到羅馬的打壓 現在黃國昌的敘述裡面 就是把民進黨敘述成萬惡的羅馬帝國 那在這些所有敘事的傳播裡面 連自己父親的病情 也會成為消費的主軸 也會成為科美蘭醫師 要罵蔡碧如的一個說法 那在這個過程裡面 我跟各位講 如果你要信宗教的話 這是台灣的宗教自由 但是如果你要談政治的話 政治有基本的道德底線 政治有基本的道德底線 第一你在全國面前扯謊 說柯主席跟柯爸爸兩個人 互不知道兒子跟父親 互相不知道對方在哪裡 然後骨肉分離 重病也無法探視 這是公然說謊 公然說謊已經早就超越了政治的底線 到現在也沒看到李國璋出來跟大家道歉 第二拿了錢收到自己口袋 這個我想十年前的柯文哲一定會跳出來痛哭 那請問現在的這些所有的政治獻金 無影無蹤不知道到哪裡去了 有人追究嗎 有人追究嗎 現在不是骨肉不知道彼此的下落 是你黨不知道這些錢的下落 阿美我很想知道你怎麼看 剛剛他們討論的藍白河那塊 這背後原來有這麼多的資金在流動 我跟大家講 我還以為我很認真在比民調 之前柯文哲不是都很愛講說 藍綠的政治獻金一定都是假的 對不對 都是哪有怎麼可能那麼少一定很多 現在大家才知道說原來柯文哲在檯面下 跟財團拿的是拿這麼多對不對 那以藍白河的角度來看的時候 當時他所講的這些什麼 有很多財團都願意來捐錢 後來沒有合就沒有捐 從頭到尾錢錢錢錢 從頭到尾就是錢錢錢錢 那你說他一開始 大家還以為說民眾黨真的很窮 他一人正黨一個人要撐一個黨 所以他要一直去募這麼多款 本來大家還對他有點同情 可是你現在募了錢進來 都沒有給你的黨去用 我上次還聽Z9在我旁邊講說 他代表民眾黨被提名出來選舉 黨也沒贊助他 他們衛生紙也要錢喔 那這些錢都跑到哪裡去 那如果說你過去是靠你的賣產 裝窮人設 叫人家捐錢給你之後 原來這些錢都沒有到真正的 你說你要幫助的你的黨裡面去的話 那這本來就應該是超越了政治的底線了 黃國昌你應該其實 一到他的人設是要追究這種行為 結果現在黃國昌反而說 這個把黨的政治獻金 不知道變到哪裡去的黨主席 是個殉道者 我覺得這個已經是為了政治上的利益 為了吸取柯文哲的柯粉 已經到了是非不分的地步 那這樣子對這個黨的前途來講 應該就是維持10%吧 基本盤 鐵板一塊 深白色 要擴張不可能 但是也許他們當中有人在想 是不是到2028的時候 還可以再削國民黨一次 說不定有人是這樣想啊 他說我有10%啊 2028 這個我們先看柯文哲怎麼說 出了來我們要討論這個問題 2028 他已經在威脅鍾小平說 要提最強的到中正萬華去選 對啊 王國昌都說什麼 就看國民黨會不會再提 都開始嗆聲了啦 會 所以 所以 為什麼為了他不選 國民黨要看清楚 好不好 現在的這些種種的作為 到最後什麼時候兌現 2028又要再威脅你一次 要藍牌核來兌現 你看 柏翼哥你看 老天幫到你們這個地步了 因為從金華城一路爬梳 柯文哲現在過去的這些東西 都被撕開到現在了 不會再一次了啦 我覺得很難說 不會很難說 你也覺得很難說 國民黨有鼓氣嗎 有嗎 國民黨經常被恐嚇就服軟了 不是 因為 不要了吧 不是 民眾黨之前 我們是被柯文哲騙 但2028民眾黨當家的是誰 還不知道嗎 說不定換一個人 換人騙啊 換人騙騙看啊 我們是相信人性的一個政黨 我相信他們不會一直 欺騙我們好不好 我覺得這個國民黨 可能要想清楚你知道嗎 因為現在講的 不是總統大選 對 你接下來縣市首長 各地耶 搞不好也有人會講說 我們要不要合作或幹嘛 搞不好也有人會用這個模式 複製 縣市首長原則上 是絕對不可能的啦 對 絕對不可能 這我保證 因為縣市首長 我們藍營的人才真的太多了 對 但是在總統的部分 光靠我們自己 人才是夠 但是畢竟現在執政者 是民進黨 在他們惡劣的態度之下 我們必須要更強的組合 才有機會勝選 好 謝謝 好 算 算 我願意要宣布參選 多了 之前華国昌沒有在洗手間問過李柏益 沒有沒有 沒問過 問過李明賢 對 你上廁所要小心 好 我們先進行廣告了 稍後我們到來 郁商哥在來 你們幫我們分析一下 剛剛藍白河那邊我們就有討論過 那接下來我們要問的是說 柯爸爸的事情 竟然讓這個所謂的 柯美蘭跟蔡碧如 兩個人是罵成一團嗎 因為柯美蘭怦唱蔡碧如 就是因為蔡碧如曾經說這個 柯文哲有看什麼病歷啊等等 那他直接有人說 那這樣不是特權嗎 什麼的 問他可不可以的人就很激動 他說 閉嘴 Shut up 不要再消費我的父親了 不要做一個讓我感到厭惡的人 現在大家真的搞不懂 現在他們到底在討論哪一出 另外還有黃國昌 現在來搓他就炸 搓他就炸 整個民眾黨像是壓力鍋一樣 先進廣告稍微討論 好 我想問一下一三個 你怎麼看柯爸爸這件事情 引爆了柯美蘭跟蔡壁如 最後連陳志涵都加入戰局 首先他肯定簡連 法若愛不外乎人情 他讓所謂柯文哲去探視他爸爸 而且他們不鞠躬 這件消息也不是他們洩漏給蔡壁如知道 因為蔡壁如不可能得知 所以簡連的消息 蔡壁如過去做過台大的護理長 應該是裡面的醫生 有告知蔡壁如說柯文哲有去看了 他爸爸柯爸爸 而且所以蔡壁如才說 他的醫生朋友 也透過所謂的柯文哲 讓他了解柯爸爸的病例 因為柯文哲自己的醫生 所以他去探視柯爸爸的時候 旁邊的醫生 一定也會認識柯文哲 一定會拿所謂的病例 給柯文哲看 讓柯文哲可以了解放心 這個東西都是法律不外乎人情 我覺得做得很好 蔡壁如也證實了這件事情 蔡壁如也是基於關心柯爸爸 因為他畢竟是做過台大的護理師 所以他了解這相關的一個運作跟病情的時候 跟所有的民眾黨的支持者講了這件事情 他唯一做錯一件事情 就是破了柯美蘭的梗 他破梗王 我柯美蘭正要所謂的所謂營造 所謂的政治破壞的氣氛 很可憐的氣氛的時候 你突然之間丟了這個訊息 那我就裝不下去了嘛 所以裝不下去 結果你這個整個黨是被誰綁架 其實是被柯美蘭這樣的一個情緒綁架 因為柯美蘭說 請轉告蔡壁如 請他閉嘴 不要再討論我的家人 而且聽說這是一個很多人的黨代表群組 對 黨代表群組 我等一下會講到黨代表群組 請轉告蔡壁如 你沒有資格洩漏我父親的病情 其實蔡壁如沒有洩漏 他只是說柯文哲 有了解蔡壁如的病情嗎 請不要做一個令我感到厭惡的人 剛才主任講的 這是一個黨代表群組 12月7號民眾黨正在進行什麼事情 他們現在正在進行黨代表改選的拉票行動 蔡壁如當然是一個系統 蔡壁如當然也會想要選所有的黨代表 甚至選所謂的中央委員 柯美來想不想選 當然也想選嘛 我們現在了解整個民眾黨的結構 最近的一份民調12.8的支持 我還游盈農做的嘛 但是民眾黨的支持者 有一半的人喔 在前一次的民調裡面 有一半的人 是不希望柯文哲續任黨主席的 所以就只剩下6%的人 其實還鐵著心支持柯文哲嘛 那黨員就更鐵了 因為當初的黨員都是誰找的 民眾黨大概只有3萬個黨員 第一大派系叫做柯媽媽派系嘛 我之前分析過許子瑜的時候 橘子怎麼浮上來的 她是先在黨部工作 然後幫柯媽媽入她所謂的人頭黨員 這些黨員進到民眾黨裡面 被柯媽媽賞事 說辦事能力不錯嘛 一定要許子瑜進到市政府 幫她繼續辦事嘛 所以黨內第一大派系是誰 是柯美蘭代表的柯媽媽系統嘛 當然她的代表有可能是陳佩琦 有可能是柯美蘭 但是陳佩琦如果接下來案子 跟柯文哲扯不清的話 可能的柯美蘭代表柯媽媽這個系統 進軍所謂的民眾黨的中央委員會 是很有機會的嘛 所以她在黨代表群組裡面去罵蔡壁如 因為另外一個系統就是蔡壁如的冷公派嘛 她沒有四大系統 所謂的東公正公派 正公派就是柯媽媽嘛 柯媽媽派叫正公 西公就是所謂的黃珊珊的系統 清明黨的系統嘛 冷公派就是蔡壁如 因為她從頭到尾經營 成立這個民眾黨 她柯粉還有很多人 還記得基層這個民眾黨的黨員 還是由蔡壁如拉進來的 另外就是前朝的大臣派黃國昌嘛 黃國昌到底有多少黨員 現在這是一個疑問啊 因為她去年才入黨了 到底有沒有拉黨員進來 而這些黨員現在有沒有投票權 不知道 但是這也是為什麼黃國昌 不斷的要透過活動 去了解民眾黨的基層的 這些黨員的幹部 而這個是她鞏固在黨內 領導權的非常重要的方式嘛 而她最大的挑戰者是誰 黃國昌難怪 他們現在要努力的爭取 誰是所謂的柯文哲的光明正大 後面牌匾的接班人嘛 就是柯美蘭絕對是 她最大的挑戰者嘛 因為我說柯媽媽派系 如果是最大派系 如果柯美蘭想要接任 她哥哥這個黨產的遺產 當然是柯美蘭啊 蔣介石接下来是誰 是蔣經國啊 是自己的親人啊 所以如果是黃國昌 不是正統的想要接 而黃珊珊現在又被停止黨權的時候 又沒有辦法去挑戰黃國昌的時候 黃珊珊系統會想讓黃國昌接嗎 有可能也會支持所謂的柯美蘭 來接這個黨主席 所以柯美蘭的動作不斷 戲演不斷 莊可憐的目的 在鞏固柯文哲所有的遺產嘛 他是被政治破壞 他在跟黃國昌競逐反律第一品牌 好我想問一下今天議員 你看喔這個黨都一定會遇到一些重大的事件嘛 之前有什麼阿伯啊 那現在就柯文哲對他們來說 你是柯是整個實質的領袖 是一個精神領袖 就發生這件事情 你發現你怎麼看民眾黨 整個面對這麼大的危機 他們的處理方式 包括說柯爸爸事件讓大家覺得有點物理看花 搞到最後說什麼三個女生鬥成一團 還有另外一段話 我真的是覺得 因為鏡周刊爆太多東西了 那我覺得說這個鏡周刊也 這個民眾黨的說法就說 啊科幻小說啦不用回來什麼的 今天張祺凱說一段話更讓我不解 他這還在裝灑白甜嗎 我先帶你來聽一下啦 因為大家講說橘子關鍵很重要嘛 結果呢他講了這一段話 現在是什麼 鏡周刊在辦案 然後周刊指導 北檢 北檢說要把他轉 要把橘子轉被告 轉羈押嗎 奇怪了 怎麼會媒體指導 指導我們的北檢來辦案 這會不會太奇怪了 而且一個橘子 已經出現100個以上的故事了 大家開玩笑說 現在到底是橘子還是柚子 怎麼一下子 證人一下什麼 什麼時候變成被告 怎麼會有這樣的問題 是不是請北檢等一下 跟比照上一次 趕快發表聲明更正一下 而且要強調啊 不是你給鏡周刊的消息 好啊我們家製作團隊 就硬要塞這個給我了 所以這是柚子 這是橘子 都是我們這一家的角色 花柚子跟花橘子 我們從頭到尾沒有說過柚子 我們從頭到尾都在說橘子 而且橘子的角色越來越鮮明 我想要問一下監驗議員 你有沒有發現說 整個民眾黨已經不敢針對於 比較實質的東西去回答了 乾脆跟你在那邊捕啦 橘子還幼稚 我也不想跟你講啊什麼 媒體放消息給北檢 北檢放消息給媒體 但是實質上我就問一句 那些錢你們有沒有收到 這個他們不敢回啊 說到錢的事情 我先補充剛才柚子講的一個部分 他跟企業主拿錢放在口袋自己用 到最後面獨立要參選的時候 他叫大家匯款進去民眾黨 匯進去了又錢轉到哪裡 木科 木科誰在用 還是他在用 所以柯文哲從頭到尾都是錢 錢錢錢 好 現在講回來 民眾黨現在的目份 我只能說啦 事情柯爸爸的身體狀況欠安 我們大家都不捨 我們都希望他早日康復 但是我們絕對不會去消費柯爸爸 在一般政治人物 我們從政或者媒體工作者 其實我們都不會去消費他的家人 就算開玩笑 就算要拿他的事件來做一個說嘴 我們都不願意 好 第二個 其實民眾黨現在四分五裂 立法院一個不入股 以黃國昌為首 黃珊珊為首 但是這些立委 我們剛剛看到張祈愷 我認識他到現在 我個人認為 他不至於講話這種狀況外 他到底在說什麼 他自己知道嗎 你剛剛有沒有如廷一習慣 媒體指揮檢調辦案 到底什麼叫做證人轉被告 張祈愷 好歹你也是個專業人士吧 不應該這樣子做 第二個 我為什麼說他們各自為三頭 現在黃珊珊剛過生日 他現在在騎館山看北商壇 我看你們怎麼踢 踢到最後沒有 我該介入我就介入 這才是高招了 第二個黃國昌 他每次辦這些活動 沒那些人 柯文哲也交代他 要做的事情不要太高調 不要一直辦活動等等 但是你想看看 他為了就是他自己的流量 他為了就是要 我開流量 我五百個人 可是我流量線上看的 看我黃國昌的人 絕對不止五百個 所以他用著民眾黨的資源 創造他的聲量 他也想要當這個leader 想當這個領導者 然後他也想要 當民眾黨未來的黨主席 所以他也在募款 他的用心真的良苦 以陳佩琪我只能說現在 如果沒事情最好了 我說他要倒也不好意思 但是事實上他的位置 他現在的感覺就讓人家覺得 他是阿道啊 那再加上陳志涵夫妻 這是標準的繼承蟲嘛 民眾黨撐了多久 我有存在感 夫妻繼續領高薪 這是他們兩個現在的態度 沒講錯話 說難聽一點 就躲起來不講話 那現在蔡壁如出來講話 他馬上打臉 是因為他又有存在感 那以柯美蘭來講 我說柯美蘭 你最... 我覺得 我不能罵你 但是我只能說 你好歹是一個 台大醫學博士 但你換個角度回來講 真正消費你爸爸的人是誰 不就你柯美蘭嗎 你去罵蔡壁如也就算了 蔡壁如現在在黨內是完全 像過街老鼠 你說誰就怕 你說誰就怕 因為蔡壁如在黨內還是有實力 柯美蘭 你的政治野心 我不管 但是你講 明知道你哥哥去看過 然後你又跟人家講 塑造這個悲情 塑造這種所謂的 北檢給壓力 我只能說 北檢快要起訴了 但是你們現在用這種方式來 主張你自己的政治 政治的一個力量 一個籌碼 我覺得這才叫二子 至於蔡壁如 我只能說 蔡姐 趕快告我吧 還沒告 周刊也在等你告 但是換個回來 蔡姐 你現在在黨內是過街老鼠 你好自為之吧 確實剛剛今天委員也點到個點 其實現在一個關鍵時間點 現在是一個司法下一步動作的關鍵點 包括說到底是炎壓嗎 還是說所謂的起訴 那很有可能是炎壓 因為今天的司法新進度嘛 那是不是究竟因為在這個關鍵期間 所以整個民眾黨的政治張力 要把他拉到最大 把整個政治迫害趕到車開到Turbo 然後柯文哲如果一杯炎壓 哇 馬上坐實是政治迫害咧 先進廣告 稍上公槌打聽 我們說到現在是在柯文哲 可能要被炎壓的前世 柯文哲被炎壓的前幾天 整個黨要開始把政治張力拉到最滿嗎 黃鍋昌啊 現在面對到媒體 我覺得真的不是很友善 他們自己在上週的時候 辦了一個叫做路跑的活動 重力加速度 就很自嘲啊 他說遙遠的深山上 有一個民眾眾眾眾獎堂 住著一個糖口生物 一隻叫做糖口的古代牧羊犬 很善良 他們叫糖老大的台灣藍雀 講到糖口生物 之前不是大家都在開玩笑說 民眾黨是民眾堂嗎等等 當時大家看到這個 看到這個DM的時候 大家想說 民眾黨就自嘲啦 好笑笑笑就過了 就沒想到有人 拿這個問黃國昌 黃國昌竟然生氣了 好 我們停一下 為什麼 怎麼糖口生物 民眾黨台北大樓遭竊之後 警方似乎沒有把結果告知 舉報人就是民眾黨 那一次把這個監視器的資料 留給MT報導 這個事情到底是怎麼發生的 台北市警察局 竟然沒有告知我們當事人 結果就把所有相關的資訊 不曉得透過什麼特殊的管道 放給特定的媒體記者 我想問一下這個上公 現在民進黨的迫害 對他們來說 已經叫做吸跳反應了 不管做什麼都是你們在迫害我們 不管做什麼都是媒體在迫害你們 糖口生物是你們自己DM上面講的 沒想到他剛剛 突然回頭怒嗆記者 還有他們自己黨被偷竊 人家都已經有告知他啦 結果他還在罵說 你們又在放消息 上公怎麼看 這個算了吧 黃國昌就這樣吧 反正媒體加上不爽的名詞 就跳起來 以前是黃國昌 柯建民加媒體 他一定跳 一定跳 現在是黃國昌媒體加上 他不想聽到的名詞 他就跳 一聽到整個人就過敏啊 急性過敏 你就看嘛 媒體黃國昌 盡週刊就跳 你會不會發現 現在就很奇怪 媒體黃國昌民進黨 又跳 就跳 反正就這樣嘛 他就這樣的人嘛 其實見怪不怪嘛 就是也搞不清楚自己裡面辦活動 到底用了什麼詞 他也不知道 然後這個警方破案告知民眾黨 他也不知道 然後他只知道負責對媒體叫囂 其他他什麼都不知道 然後他就會 他還有他知道的就是 柯文哲看著這個監視器 可以看出誰來 賴清德 這個他也知道 然後這個天命說一下 2026年 2028年 柯文哲這個還沒有羈牙錢 跟他談什麼 反正就是天命說 你看所有大事都是交代給他知道 他要負責怎麼樣 他現在就扮演這種角色嘛 這樣就夠了嗎 對 他有說這樣就夠了 夠啦 不然要怎麼樣 而且27號要辦活動 對不對 然後那個羈牙期又要到了 要不要炎壓 現在對柯文哲對民眾黨來說 也是一個敏感的時刻嘛 對 你現在要尋射政治破壞 政治打壓 你沒看到柯文哲骨肉分離 什麼都來了 要把情緒拉到最高 不然27號 那個 1000多塊的東西有人買嗎 不知道 你是說那個野餐嗎 要辦活動嘛 要賣東西嘛 原價1399 好像特價999 那你說你不把他吹到最高點 對不對 那萬一真的又像屏東啊 什麼 四超貓每天都在那邊算人數 所以他們現在就是搞情緒嘛 小草情緒把它拉到最高 不管是悲情的 不管是兇悍的 不管是強悍的 他們一定要把情緒拉到最高 辦活動前嘛 確實嘛 就像上空說的 他們也要為這個柯文哲 如果真的又被炎壓的話 他們要如何來跟小草們說 要如何來蓄溫啊 我們先進廣告稍後繼續討論 好想我想阿苗 他們現在正在打個議題 說他們的黨部有攝影器才被偷竊 結果破案之後發現說是自己人 結果黃工商怒罵說 為什麼警方都是先告訴媒體 我們自己都不曉得 沒必要為了政治 又在政治目的地污蔑我們了 我覺得黃工商的水準有一點往下了 因為過去他面對不想回答的問題 他會回答說不清楚 不知道還有別的嗎 現在他面對不想回答的問題 有時候會說謊 剛才前面講的那個糖口生物 對不對 他就說謊啊 因為確實他們自己辦的活動 報名網頁上 就是形容說就是糖口生物 還有糖老大這些等等的 怎麼他一轉頭 就說媒體提問應該要本於事實 人家是本於事實問你啊 你怎麼不答 另外剛剛講的這個 你黨部有黨工自己偷的攝影器材 那外界知道之後希望你做個回應 你就回應就好了 你當然也可以說你原諒這個黨工啊 結果他一開口竟然又說謊 他說啊 當事人都不知道警方怎麼先告訴媒體 我昨天下午在我們台北市議會 我就質詢台北市警局 因為黃國昌說 這個很過分 他還叫他的市議員要質詢 我想說不能夠只有他們的人 來問 我也這個要揭蔽 我也要揭發這個弊案 結果一問之下 市警局說16號晚上破案 17號早上就打電話給他們黨的 發言人說明案情了 結果18號黃國昌竟然講說 沒有人告訴我們案情 是不是陳志涵故意不告訴黃國昌 政論婦女黨上公上一波 好 等到四點 紅奶魚 奶球 一起抖起來 什麼你下午的直播沒有跟上 不用怕 晚間十二點友善字幕版 等你一起來